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新西兰的中午12点 我们的午安新西兰又要向大家问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豆柔 大家中午好 我是Clarence 张木华 今天是2024年的4月8号 星期一 农历的2月30 欢迎大家在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对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尤其是对于这个世界各地的 其他的这些地区的朋友们来说 对 新西兰的朋友肯定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们在周日的凌晨 进入到了这个标准时间 从夏令时改成标准时间了 觉得特别难得 好像比平时醒的能早那么一点 因为都睡了一小时 对 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天已经越来越冷了 我都开始穿毛衣了 其他地方的朋友 我们是转冷了 但对于北半球的您来说 可能是在转热的过程当中 时差会变成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 在您的当地来看 是比以前晚了一小时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捧场 是的 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去为我们订阅 关注并且然后给我们点赞 是的 晚了一小时 当然从今天开始 大家可以调整成新的时间 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半 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 我们的时差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的 新闻还是照旧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首先关注到的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军方有一个大的动作 他们现在开始大举的撤出 从这个南加沙撤出 但是这就代表着战争要结束吗 当然不是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有继续进攻拉法的这个动作 是不会停下的 是 那这是根据乙方的一个发言人 当时当天说的 就是说即使是从南部的加沙 这个撤出了所有的部队 但是说必定会进攻 位于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 而且呢说除了第933 这个纳哈尔旅之外呢 以色列的军方已经从加沙南部呢 撤出了所有的地面部队 然后呢这个纳哈尔旅呢 就相当于是以色列国防军现役旅 以及以色列陆军的一个精锐部队 然后说他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说保卫以色列南部 然后边境延伸至加沙海岸的一个 内特扎里姆走廊 对 这个内特扎里姆走廊在什么地方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就是以色列在加沙的这个前定居点的一个名字 来命名的这样的一个走廊 他是以军在加沙地带修建的一条东西走向 大家知道那个拉法是那样的一个长条下来的吗 他是东西走向的一个全长6.5公里的 非常狭长的地带 那么这个走廊呢 就能够让以色列的军队 对加沙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去进行攻击 同时也阻止巴勒斯坦人返回到加沙的北部 只能允许人道主义的组织 直接向加沙的北部去进行援助物资的运送 现在大家看到的图就是从加沙这边 往那个以色 应该是以色列这边往加沙的那些地方去看去 大家可以看到 那边似乎是有很多的那样的楼非常拥挤 但你仔细看的话 那些楼全部都是已经被炸毁的 已经是废墟了 对 是 然后呢 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海曼呢 也是当天告诉了英国媒体说 如果以色列不继续去进攻拉法的话呢 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他还说呢 说以色列现在正在努力推进其目标 就是摧毁哈马斯 然后将剩余的人质带回家 然后确保呢 说加沙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是的 所以虽然是大局的撤出了这个南加沙 但并不是说他们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人质交换 或者是进行相关的协议 而是说要继续攻击下去 拉法的攻击是不会停的 我们还有一张图可以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个在当地加沙当地的那个西司吧 还是那个医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医院在被炸之前和被炸之后的这个图 左边的是在去年当时医院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医院嘛 加沙地区最大的医院 当时是井井有条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病房啊 路啊都很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就是已经炸的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那种 可以住的地方了 且不说大部分炸成平地 就算是没有平地有楼的 也只剩一个那个矿的那个地方在哪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种保护的作用 就是人类对这个星球真的是 想破坏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留了 对就是要真的去做的话 好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是 所以呢也有人问嘛 就是说问到以色列的这个发言人海曼 就是说那目前以色列执意在地面行动的情况下 参加停火谈判的这意义是什么呢 然后海曼就回答说他们将尽全力啊 确保对哈马斯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 并且呢保持所有的外交渠道是畅通的 然后呢还要让媒体去记住啊 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大约有 解救了大约有一半的人质 因为如果他们不用 他们表示说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 给他们施加最大的压力 让哈马斯知道说我们还会继续进攻的话 那么人质是没有办法换回来的 只能用这种最大的武力 其实这个好像在有的战场上的确有这样的说法 只有你在战场上能拿到的东西 你在谈判桌上才能拿到 如果你在战场上拿不到的话 谈判桌上是没有用的 但他们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 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哈马斯 哈马斯也是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啊 所以其实这个下去最可怜的就是那些 没有被解救的一百多个人质 还有就是生活在当地的那些平民和难民 是 然后呢 以色列的总理纳塔尼亚胡也是表示说 现在以色列距离胜利呢 仅仅是一步之遥了 然后呢 誓言说 在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之前 战斗是不会停止的 然后他也是在7号表示说 以色列现在是准备达成一项协议 说要确保呢 被哈马斯扣押的130名人质呢 是要获释 但是呢 他补充了说 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极端要求 是的 那其实以色列除了现在撤出这个南加沙 但是继续保持对拉法的进攻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听到了 关于伊朗会不会来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这件事情 无论是以色列方面和伊朗方面都认为会有报复的 所以这个报复的力度有多大 从哪着手 一直是一个问号 以色列现在也已经做好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防备和预测 据说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说 目前所有住别的国家的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 其实都是不安全的了 没错 而且呢就是说 现在尤其是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 然后已经宣布撤军之际呢 现在新一轮的这个尾巴停火谈判 周末也是举行了嘛 然后美国以及盟国也是认为说 停火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想让更多的人道援助 进入到加沙地区 然后尤其是要应对当地的这个饥荒的这种危机 那以色列现在的动作 虽然说他们保持说保持还要继续对拉法的这个进攻 但是从南加沙撤出了 有一部分原因呢 他们认为会不会是来自于拜登方面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拜登其实早前的时候 4号之前吧 曾经跟那个内塔尼亚胡打过一个电话 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国际 那个叫什么 世界厨房 对对对 那个组织的7名 普通的那个工作者被炸死之后 他们曾经和这个内塔尼亚胡打过电话 美国就是问以色列 你用什么办法来保证这些平民和援助的工作者 如果你要不做任何的动作的话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对你们继续保持支持了 因为他们给以色列还是提供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支持嘛 所以现在等于所有的动作就要看以色列下一步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对然后白宫也是明确就说这个拜登也是明确指出了 说以色列需要宣布并且实施一系列特定的具体的 以及可衡量的步骤 然后呢解决平民受伤害 以及人道苦难 还有就是说救援工作者的这些安全问题 不管怎么说 现在以色列也算是这个严阵以待吧 毕竟就是就像是头上的那个靴子一样 如果他已经掉下来了一个的话 你就会觉得下一个一定会掉下来 在等待那个 而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 会不会给中东地区带来更严重的一些危机呢 可能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了 是 好 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中国方面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对中国要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 好像是说从4号开始 然后呢第一站在广东什么淘淘居吃饭啊 也引发了大众的话题 这次耶伦去之前呢 就做出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些举动 他说啊 你看他是个财政部长 本来就是应该和中国谈一些什么 呃 财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这个国债啊 这个不要紧持国债啊 或者是这些方面 但他说 耶伦一直说 我去呢 是希望跟民众有更多的一些接触 我希望呢 和代表着就是美国和更更大范围的人来进行交流 我感觉这不像是财长作为 对 其实从他就是说 应该上周我们给大家看过这个照片嘛 就是说他下飞机的那一刻 你就觉得不像一个那种财长 因为斜跨了一个小包 就像一个那种美国平民老太太 对啊 就是下了飞机那样子 对 然后又开始吃饭 就是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 只有他在用心的吃饭 品尝美食嘛 而且最好玩的是说 他你看除了在广东吃的很爽嘛 然后就点 我后来看那个菜单 点的还挺全面的 那些饮茶的东西都点到了 然后他之后去了这个北京 在北京呢 也是当那个以前 大家知道中国 北京有很多的那种住进办事处嘛 住进办都撤了之后呢 当地会留下一些 比如住什么地方的办事处 就有好吃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之下 还聊过这个话题 没想到耶伦真的找对了 他到以前的那个 类似于这个四川住金办的 那个附近去吃到了一顿 真正的这个川菜 而且通常我们说 在这样的地方吃饭 你总得搞一个包尖吧 人家就在大堂 对 你不搞包尖 你总得搞个屏风吧 听说是耶伦自己要求 不坐包尖 然后坐在这个大堂里 并且把周围的屏风撤掉 意思就是说与民同吃 让大家看我吃饭的样子的 这种感觉 他之前不是说什么 了解一个地方 最那个基本的 就是说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品尝美食啊等等 对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就像是说有一句话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沟通 再怎么说来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就是民众之间的交往 当然是第一位的 因为老太太呢 这一步做的是很好的 可是你只是做这样的东西 表面的形式的 并不代表美国 真的要和中国 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立场上 或者是一个 没有那么多芥蒂的 这个立场上去进行对谈啊 是的 好 讲完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我们来看看耶伦 到底在官方上面 干了些什么 好 那耶伦呢 也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 在北京 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李强进行了会晤 也是表达了 就是说美国 对于中国工业产能 过剩的一个担忧 然后呢还表示说 美中两国关系呢 是在过去一年里 更趋稳定 因此呢说双方 可以进行艰难的对话 然后呢两国高层呢 也是继续保持对话呢 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因为前不久 刚刚也打过电话嘛 然后现在呢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呢 说美国政局的不确定性 也是会将中美 要达成任何实质共识 蒙上了一层阴影 对 那耶伦早前呢 是跟中国的副总理 何立峰有会谈 当时是在广州进行的 然后他是昨天周日的时候呢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跟这个李强进行的见面 那这个见面呢 算得上是 这六天访华的行程当中 级别最高的一个级别了 那耶伦在这个发言当中 就表示到说 美中两国呢 是有责任处理好 现在复杂的双边关系的 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然他也说到说 这并不意味着 两国之间的分歧 或者是这些难办的事情 是要被回避的 希望通过直接公开的沟通 才能够取得进展 这话说的也是没错的了 那中国方面呢 总理李强呢 在开场就表示说 认同中国和美国的企业 其实有回稳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从去年的那个叫做 旧金山愿景之后呢 是希望能够达成一个 不同层级 不同方面的这个对谈的 这些好像是在做了 比如说环境的保护方面啊 还有这个滥用药物啊 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毒品处理方面是在做 但是这些够不够能够使得 回到像是科技这样的冲突 能够把它降下来的 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的 毕竟你一方面 一直说这个要不脱钩 要对话 然后一方面还是在出台 各种各样的制裁的方法 芯片啊 各种科技上面的打压 然后呢 对啊 这也是你看耶伦 就是9月以内的 第二次访问中国嘛 然后此行的重点 肯定也就是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 太阳能的这些电池板 以及是说其他清洁能源产品 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 他是就这些问题 与中国政府去进行沟通的 对 他们现在都喜欢说这个产能过剩 其实中国是否认这件事情的 这毕竟你会听到的一个感觉 就是中国是一种负能量的生产 在带给这个世界上 更多的一些消极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说法 是这样的 李强在里面听说 中国其实是希望和美国一道 坚持公平合作 然后公开开放合作的这种市场的 基本的准则 然后不把经贸问题去犯政治化 还有犯安全化 然后一直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产能过剩呢 其实是不合理的 然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呢 最近这几天也一直在否认 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在西方的很多媒体当中 他们只用的题目 第一点就说到 耶伦到中国去指责 跟李强指出来 中国产能过剩 提出一些问题等等 新华社也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用了一篇英文的社论 也写到 就是说在美国霸权 受到挑战的领域呢 华盛顿也是会毫不犹豫地 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然后露出贸易保护主义的獠牙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我们能看到 这样的一些互动 还是在展开当中的 你说能不能起到一个 决定性的好的作用的话 虽然不太可能 但是因为中美现在 已经到了一个最低点了 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谈话 或者是都是 火上走 对对对 它已经不可能再要往下 怎么低的一个情况了 而且你都不让中国的车 卖到美国 你凭什么说中国的车产能过剩呢 对 你打开市场的大门吗 是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 这个就是直接有点 这个对抗的意思了 我们来看看 在南海地区 周末也是非常不平静的一个状况 是的 中国在昨天呢 在南海的海域呢 进行了一个战斗巡逻 然后呢 因为中国在这个南海地区呢 最近也是与菲律宾游击起这种对峙的事件 然后呢 现在此时呢 菲律宾也是正在与美国 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组织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 别说了 我们就都选同一天进行嘛 就之前说过南海那么大 我们如果你们要来搞这些事情的话 那我们也就在这儿搞一下好了 我们先来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中国的军方呢 是在周末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是这样子的 中国的海事局是在4月7号官网上宣布了 大连海事局的一个航行警告 也就是在昨天4月7号北京时间 当天下午的4点 然后开始一直到14号 连续有7天的时间 渤海海湾黄海北部的部分海域 要执行军事的任务 禁止驶入 我看了一下这个范围 也还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范围 对 那与此同时南部战区也有其他的 对因为这个军方还称嘛 就是说一切扰乱南海局势 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都会受到控制 然后呢这也是显然就是说 指责这些国家在同一海域去进行的军事演习 那中国的南部战区呢 五大战区里面的南部战区 肯定主要针对的是南海这一部分嘛 那现在正在南海组织海空联合的作战巡逻 就是我们简称是南部战区的战斗巡逻 好像有人叫战巡吧 就这样的一个战士 这个呢它其实没有公告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实战演习的一些规模有多大 或者是地点在哪里 但是南海是非常广阔的这个区域 既然美国说要在这个地方航行自由 那么中国也是在这做这样的一些巡逻演习 也是非常合理的 是然后呢这一次你看南部战区的这个演巡 有什么重点呢 就是说聚焦会聚焦在实战组织 这种跨昼夜飞行的训练 还有就是说海上的巡逻警戒以及反潜飞行等等科目 就是为了突出啊在未知条件下这种连续性对抗性的训练 然后不断提升部队做出快速出动 以及全天后搜攻潜作战的能力 对中国军方就表明了一个态度说 一切扰乱南海局势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都是会受到控制的 显然所说到的这个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就是同一时间 昨天我们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在南海所进行的联合军演 是那这四个国家呢也是在周六开始 就是说周六宣布周日在菲律宾所谓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联合组织的海空演习 然后呢这四个国家就强调说这将体现盟国啊 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集体承诺 是的听起来好像是有四个国家在进行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 然后还是首次联合军演动静是非常大的 但我们来看看昨天周日这个到底他们的首次联合军演的规模有多大 那么在这次的联合军演呢一共是五艘军舰参与其中 其中菲律宾是两艘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各一艘 然后美方派出的是莫比尔号的滨海战斗舰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说的声音很大 其实出来的这个队伍是可以说小规模的 对对对是 然后就是一开始感觉就是为了体现我是支持你的菲律宾 对对对不要担心 但是呢又不给你出动很多这种大的武力啊等等 毕竟军演一次是要花那么多钱的 别说美国没有出动非常厉害的一些海上的一些这个战舰 即便是菲律宾他想出他也是捉襟见肘的 他没有那么多任何的这种美国所搞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行动 都是让大家去花钱的去买他的东西的跟他一起来玩的 谁愿意这样去做呢 对呀是的 那此外呢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 还有就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也是呢在定于说4月11号会在白宫举行一个三变的峰会啊 嗯 那就针对中国 对他们没有提是针对中国但是不用提啊 这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的 那现在呢南海的局势看起来还并不是很好的这个局面 而且我看到菲律宾的那个小马克思嘛 他好像是在哪一天啊 礼拜四的时候上个周礼拜四的时候还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 说他们不会被中国吓得保持沉默或者是屈服的 你有看那种就是水炮攻击他们的视频 那个很危险啊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很多人觉得啊 中国为什么要用水炮这种感觉还没那么威力 对但其实大家如果能看到这种菲律宾船只上拍摄的视频的话 哇这个水炮真的是冲过来第一下玻璃就全碎掉了 因为菲律宾的船渔船本身是很小 中国就算是海警船 它的吨位也是非常大的 很多都是 都是退役的 对对对对 都是支方的这个船后来退役以后变成这个海警船的 这个实力相差是非常大的 听着水炮 但是我们要说不是随便打的 这也是有克制的 先是要说几轮的那样子的一些提醒啊 之后 不会上来就喷你啊 对是的 所以那现在南海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种撑腰之下 菲律宾可能还是会继续作腰的 看看他们怎么做吧 好 讲到美国 我们来说一个美国内部的消息 就是关于大选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大选是一件特别杂钱的事情 每次说到新西兰大选的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啊 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捐款的丑闻啊 你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事 但跟美国大选一比 简直就不是个事 特朗普一晚上人家就搞那个晚宴嘛 就直接集资到了5050万美元 这个吸金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的 当地时间的4月6号的晚上呢 特朗普就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举行了筹款活动 然后呢 说邀请了包括多名亿万富翁在内 一共是有一百多名嘉宾啊 然后呢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6号的时候就透露 说这场活动啊 为特朗普募集了有505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也是创下了新的一个 这种单日活动筹款的记录 创记录了哦 我觉得可能新西兰到那个全部的大选 各个党派加在一起费用都没有那么高吧 肯定没有 人家一场就居然就就就募集到这么多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参加的人都是都是什么样子的级别啊 刚才你说到的是亿万富翁们对不对 美国的对冲基金的巨头约翰·鲍尔森主持 然后呢石油大亨 哈罗德哈姆连锁酒店大亨 毕格罗赌场大亨 反正简单点说吧 就是共和党的金主都出席了 然后他们还要联名担任一个叫做联合主席的身份 哎 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主席的身份呢 因为主席的身份相当于就是你要拿钱来买的 就每一个主席的身份有多少呢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数额 出席活动的嘉宾 如果你是一个主席的身份的捐款者的话 每个人要捐81.46万美元 80多万美元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叫主席啊 没错 那大家从图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特朗普与妻子梅拉尼亚呢 也是一起抵达了活动现场 然后呢对媒体记者也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 他说呢在活动开始之前 就知道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因为呢说人们啊呃都是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份事业去做出一些贡献的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的买桌儿 然后那个最主要的主席桌儿呢一个人是81.46万 然后你跟特朗普一起共进这个晚餐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叫主持人委员会的一个捐款者的身份 那这个身份呢是每个人是25万美元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一共邀请到了100多位嘉宾 筹得了5050万美元 怎么样你听起来觉得是不是很厉害 你会觉得嗯共和党支持者都有钱的金拙 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啊 为什么现在这个规模搞这么大呢 是因为共和党以前上德桑蒂斯呀 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有支持者的嘛 现在明显看到六个摇摆州里面 特朗普已经搞定了有五个摇摆州 然后那些共和党的其他的一些散兵游泳啊 德桑蒂斯呀那些人纷纷退出 退出以后他们的支持者就说 好反正我们是需要共和党胜 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全部都投到这个特朗普这来吧 他拿到了一场5050万 可是他还和民主党有着巨大的金额差异 民主党的捐款拿到了多少 拿到了1.92亿哦 一个月就筹到了9000多万 然后现在有1.92亿 为啥呢 因为人家拜登请来的是克林顿和那个还有谁 奥巴马一起来给他展台的 没错是 然后呢 现在呢 之前吧 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些筹款活动一直是落后于拜登嘛 然后现在你看 这是初选之间 这些共和党的金主呢 最初一开始也是选择这个德桑蒂斯等等 现在就是一路横扫过海过来的嘛 就是开始重新支持 虽然你不是我的第一支持者 但至少你的党是我是支持的 那我总得选一个差不多的吧 是的 然后呢 现在因为特朗普也是处于一个这种官司缠身的状态嘛 说当地时间呢 3月25号 我们之前也为大家讲过 就是说法院也是同意的将特朗普因为这个财务欺诈案需要缴纳的保证金下调为1.75亿美元 同时给了他10天的缴纳期 然后呢 在4月1号的时候 他也是缴纳了这个保证金 对 特朗普现在是蛮需要钱的 因为之前他自己那些钱都用掉了嘛 要交这个1点多亿的保证金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捐款得来的钱是不能用到自己的个人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官司的身上 而且他现在还有诉讼案在身 可以想见到的就是未来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所以看他就是怎么办吧 但是以他这个吸金能力 卖点帽子 卖点杯子什么的 都还是可以搞到钱的 好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民主党方面 有人就说今年可能是这个筹款站在不断升温 是美国会是最贵的一届选举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 你看拜登找来了这个克林顿和那个奥巴马来给他站台 他们一起3月28号在纽约搞了一个活动 结果就筹了2600万美元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有1点多亿的这样的一个竞选的资金了 但是这就是一件好事吗 我刚才看到我们有朋友在这个YouTube的留言当中说到一点 说美国大选是刺激经济的活动之一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他们的这些经济钱的确拿出来很多 一个人就80多万 一个人20多万什么的 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代表的是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的人 所以这么多钱只是少数人发声的 在底端的那些可能给钱很少 或者没有给钱的人 他们的声音是没有被听见的 所以这不算是刺激经济活动 这只能是富人在主导这个社会的一种表示 对就是穷苦的还是百姓们 对 你看然后现在说预测了以后 今年的这些今年的大选的政治广告 有可能会比上一个大选年增加约30% 这要超过123亿美元的 这个数字也是真的很天文了 对如果说他刺激经济的话 可能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个广告 对于媒体业或者其他的话 倒是有一些花钱的地方 或者他们做的那种宣传板 对于相关的这个产业 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你说能代表所有的人的声音吗 不是的 因为我看到新闻当中也讲到了一点 越来越多的一些黑钱集团 他们会利用捐赠者的身份 使得就是把这个钱用到这样的一个当中 比如有可能两党都在捐钱吧 反正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意好吗 他们叫Duck Money 然后用进去之后呢 在更多的一些玩相关的这个规则的情况下 使得美国的普通人也是没有办法去说话 因为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听到的 对就像我们刚才关注朋友也是提到 说谁给钱多就像买官一样 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也是对于这种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 持负面的看法 说有82%的受访者认为 捐助者对于国会议员的决策的影响太大了 然后说73%的人呢 是认为说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太大 是所以你看看 像有的民主我们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是 完全是靠这些有钱人利益集团 他们在争夺这样的关系 有一些民主他们的选举 全部都是这个子女 在东南亚的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像日本呢又是各种的派系这样子的 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 对就是你永远没有打破那个 积极天花板的一个能力 也许你可能只能做到的是 你爸爸生活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你可能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 你能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说你要想改变阶级的话 我觉得无论在极权的国家 还是民主的国家 都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对你就像我觉得就像新西兰现在这样 就是国家党上台之后 大家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 像什么Simon Bridges 又担任什么新西兰交通局的这些 就是都是原来的一些这种 boys club 对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 他们以前是党内的 现在虽然不在党内 但他们做了一些 给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啊 或者说是其他 就是还是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没办法去改变的啊 我们怎么翻身呢 人民火星吧 好来我们等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现在自己都翻不了 因为你看小米的苏七啊 还有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出来之后 马斯克最近股价掉了很多 今年以来掉了30% 所以他在周末做了一个大的宣布 希望给自己在经济方面有所拉动 那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在8月8号 8月8号这天要上市了 是的 马斯克呢是在当地时间的4月6号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X上面表示的 就是说特斯拉呢 会将于8月8号发布 他们承诺已久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名字叫Robot Taxi 然后呢现在在业内来看呢 就是马斯克现在提前剧透 更像是在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但是呢特斯拉能否最终抓住 这根救命稻草呢 还是尚待观察 对于电动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 这个领头羊马斯克来说呢 在刚刚过去的这第一个季度 算是灾难性的吗 因为从2022年以来 他们就没有说 哪个季度的销售是在40万以下的 那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是38万多辆 比预期的低还下滑了 所以对它的股价也是有所影响的 而且我们说有新的小米三年造车 就进入到了电动车的市场 中国的这个发展 对于它的影响也还是蛮大的 是的 所以呢为什么是8月8号 然后那个有人在下边评论 说这个8这个数字啊 被中国人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 与这个财富啊 还有繁荣以及成功有关 然后马斯克还真的回复了 就说8月8 然后呢还有一个Year of the Dragon 就是今年还是龙年 就把中国文化这个还挺熟透的 他读的 龙年的吧 他是知道8月8的那个谐音是发吧 是想发财嘛 但是问题是 它的这个出租车的无人驾驶系统 它是在美国搞的呀 又不可能让你在中国搞这件事情啊 对 但是就说毕竟特斯拉在中国市场 也是非常受到关注 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表示说我跟中国市场很亲近呢 我都懂你们的规矩 所以来吧 还是要买特斯拉这种概念 是的 然后呢说他你看就是说 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呢 最早的概念是在2016年 当时就是说也是提及了这种无人驾驶出租车 就大家看见肯定是自己的这个自驾 自动驾驶技术吧 然后就说基本逻辑呢 是在于通过数据收集啊 进行算力计算等等 成为一个最强的自驾大脑 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 特斯拉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去释放 他自己这个自驾的能力 这个还是挺难的 对 但反而你看像华为 然后以及小鹏啊等等 就是说中国新能源的汽车 人家在国内的一些自己去停车啊 干嘛的就已经都有非常明显的例子了 但是你说无人驾驶 它要真正成为一个很大的规模 特别像他说的那种出租车全部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整个的那种一系列的配套的生态的 那听说呢现在有个消息就是 有投资人分享说 马斯克最近呢宣布的一个政策 就是给美国方面啊 如果你是这个新车的车主购买的话 提供一个月免费的这个FSD的体验 FSD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的这种体验 为什么给这个免费的一个月的这个体验呢 似乎是一件好的事情 让你感受一下 但是其实据说呢 也是因为希望收集更多新车行驶的这样一个数据 要把他那个算力真正的完全给这个烘托起来 弄起来之后 他们才好推出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措施嘛 所以现在这也是他的一个一个收集数据 然后进行运算的一个方式吧 我觉得 对对对 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国内 其实中国国内已经有一个叫做萝卜快跑的 它就是完全无人的出租车 在哪里 我忘了在武汉还是在什么地方 已经在运行 那对于网络的要求 它能达到吗 应该是可以 因为国内的网络嘛 会更快 新西兰的话我会很担心 但国内的话 哎呀我觉得你很怕 很多那些博主自己会 就是说坐进去体验一下 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这么觉得 就是无人驾驶如果只是驳车的话 他所在的地方 只是在那一块来做这件事情 可以用很好的这个角度的计算来做 但如果真的是行驶在路上的无人驾驶 你毕竟不是一个全部无人驾驶的一个时代 还是有那么多人是真的是在人力在开 而人力在开的就有一些不可控的一些运速也在其中 所以我说如果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能在中国这样的路况 把这个自动驾驶培养的很好的话 那基本上出去到全球各地 基本上都是碾压的状态吧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那个本地新闻要不然就先到这 国际新闻先到这吧 已经12点32分了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就关注今天的新西兰本地新闻 也非常有趣不要走开 待会见 好的 时间来到了12点33分 我们表没改 所以刚才差点看错了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安新西兰 大家中午看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怎么样 这个时间点大家是不是能够习惯呢 就是更方便呢 对于国内的朋友们来说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是下十字嘛 有五个小时试 下面还没改完啊 下面这个要改一下 这个没改 这个我们新西兰的中午12点 现在在北京呢 就是早上的八点钟 然后美国纽约呢 就是晚上的七点钟 洛杉矶这边呢 就是美西地区呢 是下午的四点钟 这个绝对是一个摸鱼的好时间 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的话 可以看一下 然后美国纽约呢 下班晚上七点 做饭的时候看一下 然后中国国内呢 早上上班的路上看一下 每个地方都是可以看的啊 对 有朋友说中国已经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如果大家有乘坐过的话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的体验 我想说有可能是马斯克 因为他经常画饼 我觉得真的是 他早以前 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没讲到 就是说他这个应该还提到了 最新就是说 特斯拉不会放弃更便宜的 那个电动汽车 但是这个也是在06年 更早啊 在06年时候 他就说什么 要向全美各个家庭提供廉价 可以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 但你看看现在06年到现在都多少年过去了 你想想比亚迪那是在11年 比亚迪才推出电动汽车 到现在 是 十年的 十几年的时间啊 就已经完全打下了 好 我们 有朋友在说大陆充电是很方便的 是不是 就是那个充电桩 大陆主要现在还换电也是很厉害 那汽车就像跟一个原来手机那种一样 你开进去把下边电池抠出来 再给你放块心 是不是就像换煤气罐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 而且完全自动 你都不用下车 未来 只有未来好像可以 说已经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是 我经常看到 就是有一些留学生也是回国以后 突然发现就是说 哇 国内已经有无人驾驶 那无人驾驶 好的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我安新西兰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6分 我们也是快速为大家讲一下 这周末 以及今天新西兰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好的 昨天呢 如果您在奥克兰的话 下午应该 如果您出门了的话 有可能会被一股浓厚的黑烟给砍 注意到了 这个是位于Panel 昨天呢 是发生了一场大火 然后呢 这是一家非常历史悠久的这种寄宿旅馆 就是那种backpacker旅馆 发生了一个火灾 然后现在建筑是严重的受损状态 那这个旅馆呢 就叫做City Garden Lodge 也是非常受欢迎 但是里面呢 住了很多这些 像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啊 或者是受到成交啊 甚至是脚上带着这种 这种脚料 电子脚料的这种人 对 是的 那么这个现在呢 警方和火灾的调查人员 正在就起火的原因进行调查 那么奥克兰的副市长 Desley Simpson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说 昨天晚上的这个旅馆 就是这个住宿的这个Lodge里面的住户呢 他说就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火灾的这个情况 那他们继续呢 会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受害者来提供这个支持的 看来住的人还是不少 对 然后呢 昨天下午的这个大火也是让旁边 因为旁边本来这个街区就很窄啊 让这个街区呢 也是非常的紧张 也是非常的震惊 那么高峰时期呢 甚至动用了16台消防车来灭火 然后大火也是高达6米 远在 据说远在北岸都能看到这个浓烟 反正中区的话 应该是外面还是蛮明显的 如果大家如果昨天出门了的话 是 然后呢 现在呢 目前还在调查这个起火原因 但是呢 有一些蹊跷的地方 我们待会也是为大家 会为大家分享到 那现在呢 就是说 因为里面住的很多这个杂七杂八的人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有目击者也是看到 有人昨天在起火大楼外是打架啊 就是起火发生之后 就在外面打架 有一个人是被捕了 但是据说最后是没有任何 跟这个起火原因的 有关的这种起诉 是有三个人是在大火 就是外边这个房子外边打 其中还有一个人还拔出了刀 哇 挺危险的 那其实也采访到了 有这个相关的目击者 就说啊 这个地方住的人的这个住户呢 他们从这个周围路过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里面有这个吵架啊 或者威胁啊 这样的事情 每周都会有一些斗殴事件的发生 就由此可见 住在这的人都是一些 情绪比较难以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 对 然后呢 蹊跷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去年大家知道 那个惠林顿那边的 叫Lawfer's Lodge 应该 那个也是一个这种寄宿旅舍 然后他当时发生大火之后呢 就引发了政府 就是一个也是紧急立法吧 就是说要对这些 所有的这些房屋 去有一个房屋的那种Wolf 就是这个Warranty 你满不满足 这种消防的规定等等 然后呢 这家昨天 旁边又发生这家 发生大火的这家旅馆呢 原定是要于明天 去接受一个检查的 所以就是在检查之前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的 所以现在也是 也是很蹊跷吧 所以警方也是在调查 你看今天这个 早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副市长 Destin Simpson也是说 这个建筑 其实在去年的8月和11月 都是通过了检查的 但是呢 就是会 本来是要在明天 做一个进行 最新的一个检查的 说现在呢 市议会也是正在 整理很多这种存在 安全隐患的建筑物的清单 进行紧急的检查 然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栋 是 很多老房子 它的那个标准和新房的要求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建啊 之类的 它好像相对会宽松 而且不是说没有那个花嗓吗 就是那个消防的 就是喷的那个水的地方 是 然后我们也是等待一下 继续的调查 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纵火啊 等等啊 对 但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啊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 可能大家会用一些 这个取暖的一些设施啊 电啊什么的 如果那个房子是比较老旧的话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是要真的非常小心的 我觉得不管老旧不老旧 都是要非常小心的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 水果无情啊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 政府最新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选举之后呢 国家党与优先党 有一份协议达成 就是说要这些政府的机构啊 部门啊 你要以英文优先 对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新西兰 因为大家知道毛利语 也是国官方的语言嘛 所以在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一度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是 毛利语在上 英文在下的这样 然后毛利语是粗体 英文是细体 对所以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名字 是毛利语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诶这什么地方 或者这是一个什么组织 我们通常都要看底下的英文 才知道 原来这个是卫生部 原来这个是这个交通部 等等 对对对 我觉得最最基本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交通局 对 然后呢也是马上改成了NZTA嘛 就是这个是国家党与优先党 当时联盟的时候达成的协议 就要求政府部门与皇家的这些实体 主要是使用英语去进行沟通 除非说这些部门啊 是专门为毛利人服务的 然后呢现在执政百日之后 政府也发布了新的这个 36点的90天计划 那媒体呢也发现了 说其中啊 还没有一个 就是说以英语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 他说没有推好吗 对还没有拿上日程 那现在呢 分析说一共呢 是有11个政府的部门 或者实体呢 会受到这一法令的影响 那在这11个组织中呢 就是还没有一个 是收到了政府的指令 就是说你必须去改 但是呢 有三个组织是 想先一步啊 是赶快先使用这个英语 优先于毛利语的名称 对 其实呢 如果说一个组织的名字 以前是毛利语在前 在上在大黑体 然后英文在小 现在想把它改回来 你认为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吗 不是 据新闻当中说 这个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 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对 尤其是一个组织 我们待会会为大家讲 我们先为大家讲说 哪三个组织是 在政府没有要求之前 就把这个英文 放在了毛利语前面呢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 交通局 这个NZTA NZTA呢 就是说 从Waka Kotae改成了 NZTA Waka Kotae 然后呢 也是想要采取这些措施 去落实这些要求吧 你不等政府去要求 你自己先就是 更改了很多 这个内部的一些标志了 等等 就是最大限度 去降低自己的成本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如果改成英语在前的话 粗体的话 真的对于大家看到东西 理解的话 会更快 更迅速 比较容易的 因为毛利语有很多 实在是太香了 可能就是说 之前我们就是可能一看 不太懂 然后慢慢查查 你会懂 但是我们还是 像我们这种新移民吧 还是会更加 prefer一个英语的名字 对 而且 更好懂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 在使用上比较容易 还有就是对于新西兰 这个国家 整体的形象 也会比较容易一些 比如那么多的外国游客 到新西兰来 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东西的话 他们会非常confused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是英文再上的话 用一种国际通用的 作为主流的 但是毛利语并没有剪掉 只是在旁边要小一些的话 这种呈现 比较符合国际标准吧 是的 然后呢 其他的两个 就是一个是 T-Fatuora 就是当时成立的这个卫生局 Health Inset 也是把20个DHB解散之后 成立的这样一个组织 现在也是简称为Health Inset 然后呢 正式的更名是Health Inset 然后一个树杠 然后T-Fatuora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皇家基础设施交付机构 这个叫做Rumpanunga 这个也是不是说一个公共服务 或者什么皇室的实体 是其实是一家这种皇室拥有的公司 所以呢 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呢 它不属于联盟的这种协议 就是说英语要优先的这个范围内 但是呢 尽管没有收到政府的指示呢 也是花了560纽币 来重新设计一下自己的logo 要搞AI设计一个不就好了 花什么钱 然后他们是现在目前出现一个棘手问题的 对不对 没有他们是已经改过了 已经改过了三个里面的一个 最棘手的是这个公屋的这个King Aura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是因为这个非常麻烦 为啥呢 最近也是有媒体就是采访到这个 应该是Chris Bishop 住房部长就问他的时候 Chris Bishop 你想就国家党的人一般都会用英语 但是他还在用King Aura来称这个 就是住房部门 是为什么呢 因为工党在2019年的时候 把King Aura这个名字 写到了相关法律里边 而且写到了英语的前边 所以呢 以后你在称呼这个组织的时候 你只能用前面的这个地方 因为有法案是这样子 你就必须按照法案 要不你就来推一个法 再更改这个法 哇那浪费很多行政费用也很麻烦 对啊 所以呢 现在King Aura就是这样的一个 工党搞出来的这种住房的部门 就是现在还是要以毛利语去继续被撑击的 其他呢 就像一些这个新西兰的 比如说博物馆 Ti Papa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就大家可能还都挺熟知的 不用改了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 而且也比较好念 对 Ti Papa也是表示说 自己还没有收到政府的这个指示 但是呢 就是说媒体的一直报道的 也是使用Ti Papa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名字 对 然后呢 他还有像这个儿童部 Aran Gatamaliki 等等这些 就都还没有收到政策或指示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就因为他这个毕竟是连 就是国家党与优先党达成的协议嘛 所以未来某一天 有可能真的会搬上来 就把这些所有的 你看这个儿童部 都会改成英文为先的 这个 对 大家看了这个有什么样感觉呢 你们觉得是用毛利语再上 然后英文比较小的再下 会是比较习惯呢 还是我们把它改过来 英文为主 然后用毛利语做一个标识就可以呢 我现在不敢说 我觉得这个政治环境 我不敢说 说了说怕了 有别人说我不正确 说多了 你看有朋友说 这是削弱原住民 对对对 其实并没有这样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个工党执政的六年之前呢 新西党大部分的这些机构 都是英语在上面 然后下面有一项毛利语 就大家你可能会 就是知道 这个毛利语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不会用毛利语去主要称呼这个部门 但是现在呢 就是所有的 甚至是这个之前说路牌也要双约等等 就有点太过 那个真的路牌有改成那样 看到那个地方要停的 那样想 这什么地方 我到底要不要走 我觉得有点危险的 说实在的 好那未来该怎么改呢 我们就继续看吧 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阻力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行政方面的费用 不要再去浪费 不要再支出的太多了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关注一下 另一条有关政府的消息吧 就是说这些议员们 已经动心了有六年的时间了 那现在呢 就已经说要不要在六年以来呢 首次加薪啊 就是说已经是 仅有几周的时间制摇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独立机构 是负责制定议员的这个酬心的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那你看现在呢 又是政府要求所有的部门 要削减这个部门的开支 要削减至少6.5%嘛 然后你这些议员到底要不要加薪呢 也是一个讨论的点啊 对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总理表示说 不是他来能够做主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由独立的薪酬管理委员会来决定的 所以他是不发表这样的一个评论的 那也有人问到了 工党的党魁 Chris Hapkins 他也发表了一次的说法 说要保持独立性完成法律要求之后 他们要看人家的说法是什么样的 是 那然后呢 只有绿党呢 是表示说 现在这个机构需要做独立性的同时呢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么多的家庭吧 都是承受着财务压力 然后你这时候如果给议员们加薪的话 只能是让很多人吞下这种 难以吞下的苦果 是的 也有很多政治评论家也表示说 生活成本危机时刻 就像现在嘛 还是物价不断上涨 特别现在进入到冬天了 未来我们的这个感受 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如果增加议员的工资的话 将会是一件非常不受欢迎的事情 可能会导致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 反对的意见的 是 主要是过去六年 在Jesina Arden领导的这个工党旗下 从18年就开始降薪 不是降薪 动薪 就是把这个 本来是当时是提议加薪3% 但是呢 当时是有全国范围内的这种教师与护士大份文罢工 然后呢 Aden就说 你看本届政府都不太满意 就是说自己的增幅 与新西兰人的平均这种增幅水平不符 所以呢 就是动薪三年 但是呢 三年之后呢 又遇到了这个疫情 对 2020年大选之后 进行审查的之后呢 疫情又全面爆发 所以呢 又做出了三年 这个国会议员动薪的这个决定 是 所以其实 又到了现在了 议员们还是动着吧 反正动的人多着呢 好多的行业都动着 除了那个最低收入的人 大概是每一年能够有一个调整 其他人对这个幅度会很小 是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就便是没有这个上涨的情况下 我们把他们的工资标准和大家说一下 好呀 这个大家听了后就觉得动着就动着吧 好的 接下来的总理呢 每年是有471049纽币的一个年薪 然后呢 还有各种津贴 包括我们之前不是说 那个52000的住房津贴 对 交通 从来没什么人领 然后这个Luxon 拿来管理 所以你看总理的每年的薪水是47万 然后还不包括其他的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各种补贴啊 费用啊之类的 内阁部长和反对党的党魁呢 每年是29万6 括号 这些都不包括那些其他我们所说到的 所产生的附加费用啊 就是基本的就能拿到29万6 然后非执行议员 就是在党内或者特定委员会当中 没有领导职责的议员 每年领取的是163961 16万啊 这相当于是他们那个议员当中 最低的一个级别标准了啊 这个怎么样 大家觉得多不多 应不应该动住 我们在同时 与此同时 我们把新西兰的平均工资给大家说一下 是7万块钱 他们的最低是16万多 然后普通的平均工资每年是7万 动不动 大家自己考虑吧 平均7万啊 平均7万 还有很多在7万以下的 最低工资的话 一年也就是还不到5万吧 所以听起来动了6年 好像挺好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 因为议员很多就是 从早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 算上时长的话 其实年薪也就是好像8万 这样 这就是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吧 合理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快速的说 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关于移民签证方面的话题 然后新政府上台之后 也是一直在说 新西兰现在的移民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有太多的这种低技能移民 应该是2023年这一年 新西兰的非公民的净移民数量 达到了17万3千人 这个已经是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的 所以同时雇主认证的公签 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移民局以及移民部长 一直在说会修改 尤其是雇主认证公签的问题 昨天也是终于做出了一些决定 对 昨天新西兰的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就宣布 对新西兰的雇主认证公签 引入最低技能和工作经验的门槛 同时对于申请Level 4和Level 5的这个公签的申请人 加入了对他们英语的要求 其实还是要求很低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说大家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是新西兰和澳洲 是有一个联合的这种 NZSCO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标准 然后四级和五级以后 就是说移民会有一个英语的要求 然后现在大多数的 对于大多数的雇主认证公签的岗位 也是会有一个最低技能和工作经验的门槛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这样子 稍微要控制一下 至少这个人来了以后 如果他这件事情不是很适合他做 换到跳岗做别的话 他的英语有一定的技能 他可以更好的去换一个工作 对不对 对于他个人也是有好处的 是所以你看之前发生了那么多 那种移民剥削的现象 什么几十个人挤在一栋屋子里边 什么的 都是因为这个政策 其实之前太多的漏洞 然后各种中介什么有空子钻 是而且再加上他们本身 因为这个漏洞进来之后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再去干其他的一个事情 语言能力也不行 所以导致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融入到新西兰 或者是快速的能够转行 是的 那Stanford也表示了 就是说这个正确的移民设置 才对于本届政府的这个经济重建计划 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呢也是移民局正在实施一系列的这种改革 确保就是说更好的能够看看本地劳动力的市场 并且就是说降低新西兰人自己失业的风险 那其中的许多可能不是新的政策吧 而是就是说恢复疫情前的政策 就是说要更好的平衡企业的需求 以及新西兰更广泛的一个利益 对我们来把11种从这样子的 以前的那个绿名单能够快速通过这样的一个雇主认证 到新西兰的工作已经取消掉的来告诉大家 是最近也是取消了11种这个绿名单的岗位 有比如说这种铺路的设备操作员 还有什么 这个真的自己就可以做吧 对就是新西兰人自己也可以做 对然后还有啥 还有这个金属加工工人 比如说什么压焊工 这种焊工 然后还有装配工 以及车工 钱工 金属的机械师 板金工 喷漆工 以及压路机操作员 我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也是绿名单的 压路机操作员听起来比什么焊工 钱工 好像技能真的要低一些吧 就是压路机你也基本上不怎么转弯吧 就是来回 那可能咱不懂 这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技术 如果有懂的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对对 但是现在就告诉大家 这11类人已经从绿名单当中拿出来了 不属于可以那样子快速移民的了 对 此外还有6个职位是加到了绿名单当中 有这个航空工程师 你一听就非常高大上的 对 航空电子 航空 航空工程师 很厉害 对 然后还有造船工程师 或者就是这种船舶的设计师等等 然后还有这种数据库 以及系统管理员 然后机械工程技术员 以及飞机维修工程师 听起来很厉害 对 就是技能还要求蛮高的 然后之前有这个公交司机与卡车司机的 这个工签直通居民的这个途径 也是对新的申请者是关闭了 因为说新西兰全境的这个司机短缺问题 也是得到了解决 你看 所以这个移民这个设置是在不断的变化 对 这个政策真的没有办法保持一个一致性 它可能根据当时的人的多少 工作种类的多少 随时是需要变化的 所以刚好在那个时期里 你能赶上的话 那就是一件运气好的事情 是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条 这个奥克兰相关的新闻 好的 那现在呢 就是各行各业吧 政府啊 以及奥克兰的市议会 都是这么说 就是说在减少开支 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中央政府国会当中表示说 各种行政开支要减少 什么6.5%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看市议会 市议会也要减少开支 如果他们不减少开支的话 就是我们的地税不停的这个上涨了 对 然后呢 奥克兰市议会节约成本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在全市拆除 2000多个公共垃圾桶 已经是被拆除了 然后呢 还有500个垃圾桶呢 会在5月底被拆除 此举呢 据奥克兰市议会表示呢 会通过此举呢 会节约900万纽币 OK 那因为什么呢 你看他自己说的 就是说一些公共垃圾桶的使用频率不高 因此决定去拆除 虽然就是说此举也是一直颇受争议吧 你看像原来这儿可能有个桶 然后现在又被抹平了 然后呢 很多地方委员会不得不去掏钱 在维持在地方有在设立一些垃圾桶 可是你那本来有个垃圾桶 你现在把它拆了之后 你把这个垃圾桶放到什么地方呢 直接就不要了吗 你堆放在哪儿 那么多的垃圾桶 它都是需要一个费用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不堆直接把它扔掉的话 等你有一天在城市的扩建当中 需要垃圾桶的时候 你要再造新的垃圾桶 它要不就是放到别的区域 新的区域吗 把旧的垃圾桶放到别的区域吗 好折腾啊 是 因为说去年在市议会审查的时候 就是说承诺是全是 一万个公共垃圾桶 要削减百分之三十 因为当时说很多人 就是说这种议员们在审查的时候 看到里边呢 就基本上没什么垃圾 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然后呢 今年这项行动就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实施的阶段了 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 奥克兰各地已经有 2090个垃圾桶被拆除了 预计项目呢 是在五月底完成 全市的这个公共场所的垃圾桶 总数呢 将减少至7406个 那这个变化 对于我们普通的来本性来说 有一些什么样 我们要去配合的点呢 比如说 他们已经发布了 拆除垃圾桶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处于这个 自然环境场所的这个垃圾桶 拆了之后 丛林里面啊 公园里啊 湿地公园啊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去那些地方去玩啊 或者去这个picnic啊之类的 需要把这个垃圾自己打包带走了 是 我觉得很多那种受保护的地方 本来就不让扔垃圾 也没有垃圾桶 就大家带走 那个还可以 已经习惯了 但很多如果市里边的公园啊 这种大的公园 你还是不能够去弄这个垃圾桶的话 有时候也有点怪啊 对 一方面如果大家想扔东西 看不到这个拿回去 就是有点不方便 第二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素质比较差的人 可能就给你乱扔了 带来的问题更多 对 很多地方那个垃圾桶 好像就是说没拆 但是呢 孩子在那儿就是也不收了 不收之后 很多人就一直扔一直扔 然后就旁边 就堆很多垃圾袋什么 对 就像这样子 如果一个垃圾桶 是这样的话 你要再往里扔的话 其实就根本扔不进去了 好吧 反正呢 对 你看也有这个居民在说嘛 就是说原来那些垃圾箱都去哪了 就是说 拆除这些垃圾桶 绝对是很愚蠢 也很愚蠢的 还有人呢 就是说在一个那种 已经拆除完的垃圾桶的地方 放了一只花 就纪念一下 被拆除的垃圾桶 好可怜 我也是觉得 这样并不一定 它能有多少的 那个节约成本 大概就是说 工作人员不用定期的去 然后减少一部分人力的支出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其他什么 车辆啊那些吧 运行啊什么的 总感觉还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想出来 对我也觉得 是不是 好 那抓紧时间 我们再来说 今天的最后一条信心 最后的一条消息好了 就是关于音乐方面的一场盛会 即将拉开帷幕 是 我们说今年其实非常多的这些 华语的明星啊 来到新西兰去开演唱会 对 那前不久的这个 薛之谦啊 杨谦华都已经是 基本上都是受庆 这个票非常 卖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新的这位明星是谁呢 蔡琴 是的 大家喜欢蔡琴吗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你呢 我听过一些歌吧 你是想说跟我有年龄差距吗 没有 其实我自己个人 是因为看了无间道以后 然后蔡琴的声音 被用作是试音碟 我就一直想 如果能够到现场听听她的那个演唱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的话 一定会让耳朵觉得非常的舒服啊 是 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是的 那蔡琴呢 将在2024年的6月19号晚上8点 在奥克兰举行她的这个演唱会啊 名字叫做2024蔡琴好心情演唱会 那此前呢 她的预售票啊 仅仅开放了不到5分钟 就有上千的粉丝参与到了这个抢票的过程中 非常令人震惊啊 啊 很厉害很厉害 那么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个蔡琴本身 这么多年以来 她的这个演唱会 歌又唱得好 作为试音碟的这个好声音 美誉度很高 而且蔡琴的演唱会呢 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演唱会 她很会讲笑话 你知道吗 她有很多的那个故事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对蔡琴的这个歌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啊 也可以感受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好声音 在歌坛当中不可震撼的地位 预售虽然现在也全部售庆了 可是未来还是有一些票 在不断的这个放出 对 那今天的这个公共票 已经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 全面开售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啊 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或者去前往这个新西兰票务网 这些TicketNZ 以及TicketTicket等等 这些网站去进行购票 是的 如果想去看的话 一定不要错够了 那它的演出时间呢 是6月19号的晚上8点 现在呢 票已经啊 这个完全开售了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来去买一下 是的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咯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